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台中有九部機的許可證 因為減排的時程沒有提出 所以被台中市政府予以推薦 那我們在11月14日有收到市政府的來函 那我們會根據市政府的要求 我們會把整個的減排 還有那個減排的時程 整個措施跟規劃 我們會予以補充 再向台中市政府來提出 希望台中市政府能夠同意 因為畢竟我們整個台中電廠的整個發電量 在整個台灣來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也希望大家能夠也支持 這我要說明一下 這可能要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剛剛所提到的台中電廠的減煤 那麼當然我們會配合整個的台中市政府的要求 來提出整個減碳跟減排的這樣的措施 那至於說整個國家整個減碳的一個目標 那我們台電一定會配合政府 包括我們的行政院 經濟部 能源局 他們或是我們的環保署 他們對於整個的台灣的減碳的要求 那台電會在橫著整個的供電的情況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正對於所謂的一些新的機組的開發 我們都是以燃氣機組為主 那所以希望能夠盡可能的開發燃氣機組 然後我們也會配合政府的再生能源的騎乘 包括整個的太陽能 包括風力 甚至有一些是進行的低熱發電 我們也都會與與配合 希望在台電的能力範圍內來配合政府來達到減碳的要求